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野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星戰黑武士的頭盔 這個頭盔並不是孩子寶的,我手邊也沒有孩子寶的頭盔可以做比較 所以大家就將就看一下吧 這個是一個小產出的頭盔 我不曉得跟孩子寶沒有什麼差異 不過大致上看起來是差不多,可能就是官方設定也是這樣子 然後呢,他唯一多了孩子寶的部分就是他多了變身器 所以他是可以變身的,裡面有電子開關可以開 然後他這邊有調整的鬆緊帶 不能說鬆緊帶,就是有點像安全帽那樣 用轉的可以調整,適合你的頭型的喔 然後我試過,就算戴眼鏡還是可以勉強戴進去 只是還是不太舒服,不戴眼鏡的狀態下戴上去還是比較舒服喔 那在上方這邊有一個電池盒,把它打開之後 好,他可以做變身器的效果 所以呢,我這樣講的話 你就可以聽到Echo 好,所以要變身器呢,感覺就是Echo 不是像黑武士那種低音沙啞的聲音 這是我覺得啦 那等一下我再讓大家看一下,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因為有回聲還蠻吵的 好呢 他有兩個部分喔,一個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是可以動的 方便做調整跟帶 然後要戴的話,眼鏡要拿下來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戴上去 那戴上去之後呢 我現在把那個變音關掉了 才不會覺得就是一直變音 然後還有他的帽子 好,兩個都是帽子 好,所以這個帽子呢 他是磁鐵式的 你就 吸上去 好,吸上去之後呢 他就會說我是你老爸 對不對 因為這是他經典台詞喔 那我不曉得 他實際上跟 心戰大小的比例是不是OK 反正他是1比1 那 亞洲人的體型吧 就比較小了 你也知道黑武士的體型其實是還蠻巨大的 好,所以他應該是普遍尺寸 只是我戴起來覺得 頭盔率為 大了一點 不過細節上 跟質感上其實我個人覺得都是 不錯的 那 我先把我的眼鏡帶回來 好,所以這個呢 就是他的 黑武士的頭盔喔 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那他前面這個 這不算鈕扣啦 或是像旋鈕 他當然不能選啦 他是金屬的 好,這是比較 比較用心的地方 然後 比孩子寶呢 多了變身器 然後 我沒有辦法跟他比較 就是跟孩子寶的 外觀或是細節上的差異 那 至少讓大家看一下他的 個性的角度 就是 基本上的 光澤也都處理得不錯 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 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 小廠的 黑武士頭盔 這次大人玩具開箱 好,謝謝大家